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子学堂全球投资报 带着您在全球的金融市场绕一绕 我们这个单元都为各位朋友看 全世界重要的讯息跟投资的趋势 最近一件重要的事要发生了 宝可梦风行了一段时间 从暑假红到现在 这个有点退烧了 但是他的接班人 接班人的话 超级玛丽欧决定要登场 各位这个都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那么但是这两个有点不太一样 而且它牵涉到跟发展出来 还有像我们去做联想 做投资的时候 都有点不太一样 第一个呢超级玛丽欧 他这个手游要登场了 所以是手机游戏版 那么这个呢 和这个宝可梦的话是一样的 都在这个手机上面的话来做下载 而玛丽欧是在苹果的iOS的这个系统 那么为什么这边是通知啊 因为在我把这个档案 那么做出来的时候呢 我有登记了 正式的登场会通知我 但是一直到露营的时候呢 都还没有通知我 所以这个感觉心里的话是很痒的 那么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看 对玛丽欧尔来讲呢 这个是大家童年的很好的回忆 跑不完啦 就是一直跑一直跑 包括像说呢要去救公主啦 那现在手游里面还会推出什么 还可以呢去做对战 那么当然啦 这个手机有手机的这个网路的话 要开着 这也是造成一定性的消耗 但我也要提醒大家呢 那他和宝可梦的话不一样一点是什么 就是玛丽欧呢 他推出是由任天堂 他本身啊自己去推出的 他推出的时候 那么他就开始采取收费了 所以收费的话是9.99美金啦 差不多是300块 这个在我们这个APP 就手机应用程式来讲的话 其实算比较贵 很多都几十块嘛 不过我们就仔细想一想 在我当年 玛丽欧流行的时候啊 那么光往玛丽欧花的钱 可能就不止300块的好几倍 所以现在300块在手机上面就可以玩 想起来300块其实也不算太贵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个 但是呢 这个策略和做法的话 就和宝可梦不太一样 最近这个宝可梦 推出的是圣诞节版 皮卡丘会戴着帽子 很可爱 那么宝可梦呢 他是不收费 你免费下载 但是你如果要去 比如说要这个lucky ball啦 或者是说要买球啦 扩大你的背包啦 那么这些都还要另外的再去购买 那购买的话当然要花费了 所以一个的话是先让你下载下来 等你玩了 上赢了 可能你就要花钱 一个的话是你一开始的话就要先花钱 但是呢 先花的钱就可以玩个痛快 这两者是不太一样 那我们来看看呢 这个任天堂啊 他受到的基地是什么 因为基本上宝可梦 是任天堂把这个宝可梦这些的精灵啊 授权给美国的公司的话 去制作的 那么但是因为任天堂之前低迷很久的关系 所以当宝可梦在开始风行的时候呢 股价的话出现大涨了 各位看哦 他从呢这个一万三千多元了 那么涨到三万两千多元 所以这个涨幅的话 短短的时间一个月左右的话就超过一倍 那么涨幅很大 那后来大家发现说 哎呀 任天堂的财报好像也没有 这个有太大的改善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尖头反转的情形了 反转修正到一半之后 进入总理接着出来 就是马利欧的消息就出来 所以超级马利欧的话呢 让任天堂的股价慢慢的垫垫垫 要去挑战之前 这波套牢的尖头反转区 这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呢 任天堂其实这两个游戏都还没出来 他股价是破底的 因为我们来看看任天堂 他的一个基本资料 那么任天堂呢 是全世界最大的掌上游戏机的掌上 所以当手机开始风行的时候呢 那你还在用一台游戏机 而不能在手机上直接玩 你必须去哪里 你必须要带这台游戏机的话 那么可能就会限制了你的移动 那么这个就是任天堂 他所受到的困境 像成立这么久的公司 在1889年成立的 那他有一些的传统 我们看他的总部是在日本东京 去过日本东京的朋友都知道说 东京的话是在日本的这个古都 那么当然这样的企业的话 其实也是比较传统的 那么他还有什么的著名的游戏呢 包括像大金刚啊 就那个这个金刚 那么要去跳火球啊 各位那这个也是属于很有趣的一个游戏 那当我们在考虑到就说任天堂 他如何去做古铁翻身的话 其实是他有自己畅销的游戏 里面的人物的话我们很熟悉 那未来他把它赋予新的生命 那么从机台 然后到掌上机 然后到手游 手机游戏的话呢 能不断的让股价能够做出表现 所以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你的这个智慧的财产 是最重要的 那另外一家的公司其实也是做得很成功 我们来看一下 这家公司叫迪士尼 各位这个迪士尼啊 那么这边的话他才13块 金融海啸的时候呢 也是差不多15块左右 但是在近期的话 我们看迪士尼已经涨到122了 他有10倍的一个涨幅 我们为什么说鸭对宝呢 其实迪士尼这一次的话做的是很对 接下来我们来看迪士尼的相关基本资料 迪士尼这家公司大家都很熟 他有影视娱乐啦动画真人电影度假区 迪士尼乐园超好玩 寒假快到了大家要去玩 传媒公司包括美国三大广播公司 ABC 那么另外还有体育品牌ESPN 这个男生都很熟 那么但是当初呢 这个迪士尼的话 其实他一度的陷入困境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 他这个股价上面的话呢 他是非常低迷的 1923年创立了公司啊 那么后来在上市了之后呢 他也遇到了一个瓶颈 这瓶颈就是说一般的 他原本的观众对于白雪公主 对于唐老鸭开始有一点疲乏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他接任的这个执行长 现任的执行长叫做艾格啊 那么他做了几件的事情 第一个呢 他把创意重新找回来 所以他去诟病了这个皮克斯部门 而这皮克斯的话 帮他带来什么 像怪兽大学 那么这样子成功的这个动画 那么当然还像在之前非常风行的 冰雪奇缘 那么接着呢 他也收购了漫威公司 漫威公司呢 里面包括像是美国队长 钢铁人 那么这个呢 也带动了最近的整个影片 电影上面的一个成功 那么另外呢 接下来他所做的事情 那么他是诟病了这个发展了 星际大战的电影 那么发展星际大战电影呢 是卢卡斯影业的这个系列 那么这些都是很成功 让迪士尼 他转身成一个什么呢 文化创意 他那个控股公司 那么他原本的角色的话呢 你是平稳的发展 但是你要让你在能够 成长去创新高的话 那么他采取诟病的方式 那么带入新的一个元素 让迪士尼大公司 能够再翻身 当然我们从这里开始想的时候 大家不晓得会不会想到 台湾 我们该怎么来发展 我们的创意呢 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 在台股里面 包括像是霹雳 霹雳布袋系 最近跟日本合作 已经有一些的 这种看头了 当然要长足的发展的话呢 需要更多的一个 推动跟创意了 还有市场 那么另外呢 像国内的文化创意的公司 还有像华盐 不过他这种属于 做这种旗下的艺人 包括像SHE啦 林佑佳啦 这是他们的旗下艺人 他是比较偏娱乐上面的 那么其他呢 我们说 电玩事业 那么游戏事业的话 比如说志冠 那么这个算不算呢 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讲的话 跟迪士尼 他所发展的方向 甚至于是日本任天堂 所发展的方向的话呢 对台湾而言 因为我们本身市场 比较小的关系啊 那么也许呢 我们可以去多看看 多学学 当然如果说大家觉得说 那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呢 发展中 值得去长期都做最终 但是短期之内的话 我们看看全世界 这就是立足台湾 放眼天下的投资观点 谢谢您的收看 祝您投资顺利 谢谢您的收看